2022年 獅子座新作運勢 有點壓力 有點刺激 有點轉折 有點戲劇性 上半年獅子座會有點壓抑 覺得被工作生活追著跑 壓力層出不窮 事件硬接不暇 就在你快要受不了的時候 五月底 運勢迎來了轉折 木星進入了牡羊 帶來了和諧的能量 資源和財運似乎都漸漸變得順暢了 貴人和朋友們開始回到你的身邊 心情也變好了 但不要鬆懈得太早 你還是要穩扎穩打的做事情 因為 獅子座真正的好運要等到2023年 木星正式進入牡羊 然後土星離開的水平 才算是人技和工作的高壓期結束 祝福獅子座的朋友們 2022年 穩步前進 生活越來越輕鬆哦 是否會被取消? 有信心以下